陳記長、史祖記長 各部會列席首長 是不是請那個國王部的副部長 夏副部長 林委員長 夏副部長長 本席要請教 那個夏副部長 我想馬總統說 兩岸如果戰爭 不是比人數 事實上 我們國軍人數當然比不過 但是如果真的戰爭 那請問您認為我們 國軍現在 有什麼能夠比得過 我想我們現在的戰爭 形態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武器的採購方面 我們會取得比較先進的 用比較創新的武器 來對付 那個夏副部長 我想總統也說 這個世界各國啊 一開始進行 募兵制都很困難 那這是正常的現象 那一方面 這個也是因為我們的募兵 目標啊 定十七萬人 那定得太高 那請問 募兵的人數目標 那會不會有所調整 我想我們現階段在金吹案的時候是定了十七萬人 我們現在在這個這個案子結束之後 我們會繼續的檢討我們整個兵役的制度 那其他國家如何突破這個募兵制的這個困境 我們是不是這個有參考的可行性 那在很多國家裡面 他這個 服兵役的人呢 這個募兵呢 跟人口的比例 我們現在算是非常的高 我們在零點九幾 這個美國才零點五幾 所以 不過每個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在繼續要不斷的精進我們的國軍 然後同時檢討 那個校務部長 我想喔 國軍預計在一百零五年底啊 達成 這個全面的這個自願化 但是 募兵 成績嚴重的落後 到十一月底為止 這個自願士兵 僅目到差不多 我們目標的三成啊 那當然其中 又以 戰鬥部隊的員額最缺 最嚴重 那請問 校務部長 這個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啊 呃 到目前為止是佔百分之三十七 可是我們今年底還有 呃 大約有七個梯式啊 繼續要在這 政務這個 呃 募兵制的 那你認為我們整個政策 我想 我們的問題出在就是說 第一個當時的 我們的募兵的經驗呢 可能不夠 我們會在這個 從待遇 從這個地位 從這個 呃 這個 退府 從各個方面 以及軍中的這個生活各方面 來改善我們 我們整個國軍在這個 這個社會裡的形象 那個 校務部長 你認為我們是不是宣導不足 還是這個 整個制度 呃 推動這個誘因不夠 呃 我想這些都是原因的一部分了 這個我們的誘因現在目前正在改善 譬如說以待遇來講 我們正在跟行政院爭取呃 呃 更更高的一些各種的津貼 那我們這個 對於這個這個 這個部隊裡面的生活的形式 也在做一些改善 還是那個 校務部長 還是國人對 防衛戰鬥的心低落 呃 參與的意願不高 所導致的 你認為呢 我想這些都是原因之一 不過國防部也不斷地在強調 我們這個兩岸關係的改善啊 並沒有這個 對付對岸對我們還是一個相當的一個敵對的關係 所以我們自己在加強我們全民國防的這種概念 那個校務部長 因為按照目前募兵的整個狀況 呃 這個 繼續推募兵制 恐怕會導致啊 國軍的整個戰力啊 呃 這會斷層 那甚至於 呃 變得很殘破 呃 那 有立委認為說 是不是用公投來決定 呃 是否繼續推動 那你認為 呃 這個 對外 呃 對外界對國防 呃 這個 財務兵制的這個疑慮會不會發生啊 呃 我想現在的確社會上有這樣的這個疑慮 也有一些聲音出來 不過 募兵制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國防部 也會很全力的來推動這個政策 但是喔 幾位 他們專業的這些國防委員 一直認為說 這個啊 呃 可能在推動上 是不是 呃 這個有很多的瓶頸跟困難 是不是 我想呃 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困難 不過國防部正在做各方面的改善 我想從這個誘因 從這個訓練 從這個這個 以及將來這個將來退府的方面做一些輔導 我想各方面我們都在做一些精進的改善 夏務部長 我想國防部到底對全募兵制推動的時辰 到底有沒有信心啊 呃 我們這第一個我們是 呃 不是全募兵制 將來的這個這個 男性的國民 還要服四個月的這個兵役啊 呃 我們對推動這個案子是有信心的 那個夏務部長 如果募兵制 呃 推不下去 那是不是讓全民決定 會不會比較好 我想這個必須要一個一個高度政策的一個決定啊 我們國防部在目前為止我們知道的國家的政策是 推動全募兵制 而國防部也好 有將這些階段性的任務終止 有立委認為推動公投決定 那你認為可不可可不可行啊 我在現階段我們只有全心全意的把募兵制做好 我想這個問題在現在並不會發生 那你認為不必公投是嗎 呃 在現階段我們沒有這個考慮 現階段沒有 未來不排除 未來我想這是一個高度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問題 必須有 呃 更高層的決定 那個 副部長 我想喔 退伍會主委 呃都在立法院 呃 同聲表示 如果 呃 因為國防部跟退伍會的主委啊 他們都同聲表示說 如果 依據現行的制度 不做相關的配套措施 募兵制 無法成功啊 齁 那請問這些配套措施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是不是錢 呃 我想呃 配套措施有很多 包括我們現在募兵 對於這個資格的這個放鬆 以及我們對於這個待遇的調整 以及對於將來退伏的各方面的這個協助 還有在軍中裡面 呃 這個軍營生活的這個改善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 呃 這個改善的這個方向的很多重要的部分 那為了這個增加預算 是不是有可能直接排擠啊 其他部位的預算分配 這個一定可以 可以意見的啊 呃 在現階段我們在盡量的爭取 我們這個相關的一些 呃 津貼的部分啊 呃 請多得到行政院的支持 我想行政院會做整體的一個考量 我們現在齁 像每一年啊 其實 副部長 像我們明年的赤製有2700多億啊 齁 年年赤製 而且齁 很嚴重 齁 那你這個 穆兵制又追加預算 你就會排擠到其他部會的 呃 這個預算啊 呃 這是可以預見的 我們 我想並沒有追加到各種的預算 呃 國家的安全還是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國防部的預算 我們也很感謝這個 這個立法院的支持啊 只是維持到去年的水準 那個蝦部長 為了增加募兵制的誘因 國防部已經提 呃 提爆增設 戰鬥 和戰鬥加急 呃 等這些配套的行政出 給給行政院 那還承報 呃 這個行政院啊 每個月增加自願率勤募啊 加急有四千塊 那希望明年這個一月啊 就起 就就就就開始加薪 那請問你認為 以目前的重預算規模來看 行政院 有多餘的錢來撥給國防部 為了推動募兵制來增加 呃 這個增加這些負擔嗎 我這一部分在今年是我們的 人事費用裡面可以來允制 那夏委部長 那更何況就算真的有這些錢 能確定一定有 預期的這些幣 是兵員嗎 呃我們我們在這個 兵員的部分 的確在 呃過去幾個月啊 有增加的這個趨勢 我們相信在適當的這個 呃 宣導之下 以及 以及我們做的一些實際的 改善的措施啊 我們相信兵員會增加 夏委部長 因為本席一直認為說 以現在目前我們整個 經濟景氣啊 啊這麼差 那隱藏失業的人口 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為了 這個錢啊 就能夠低頭吃苦 那部隊也算是 一種不錯的選擇 那 問題是在 現在的青年寧願啊 呃這個 不工作 做啃老竹 齁 那對事物看法 多半是 呃這個眼高手低啊 齁 那 甚至於多半 呃這個 這個 就是 怕苦怕難啊 那請問你認為 呃 光加一點點錢 就能夠達到 這個吸引的效果嗎 我想 加一點點錢 並不是我們目前 唯一的一個作為 我們現在的做為 有非常多 呃 譬如說我們希望把軍中 这个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希望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外数 这个次数可以增加 比如说对于运用智慧型的手机 也可以增加 对于我们战斗的训练的这个 期程可以把它延长 我想这方面都是我们在做的一些改善 对于一些军中要准备借退的人 我们也给他职业方面的训练 征兆的取得 我想这都是可以 可以增加我们现在年轻人 愿意服兵役的一个 愿意这个参军的一个 很强烈的动机 夏部长 还是或者是募兵只要有人来就好 那不一定要考虑他的 里面的素质 会不会这种状况 绝对不是 我想我们国防部一向是以国家的安全 我们的战力的唯一的考虑 这样吼 我希望吼 在这方面当然 一定要有一些配套 那值啊 也不能低落 为了冲这些人数 然后你把值降低 那国家又变略那么多的预算 那最后啊 等于是 只有冲冲数而已 那个意义不大 谢谢委员指教 我想这是我们这个 国防部是念之在之 就是要维持国家的战备力量